竟然有女孩子在Facebook上面PO說 真男友 首要條件 一定要騎B-Wiz 我告訴你 我就騎B-Wiz啦 B-Wiz 1.25 帥 B-Wiz 啊!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人生的第一胎 摩托車 你第一胎摩托車的時候是幾歲 18歲 我也是 我也是18歲過兩天我就摩托車了 是我最早在18歲1.5天買摩托車的朋友 總而言之就是第一次買到摩托車的時候那個興奮感 你知道嗎 各位 買到摩托車第一天在做什麼 我拿到三個 第一天飆車啊 我也是 爽 還有說什麼養鋼 沒有在客氣的 沒有在養鋼 他現在這一幕我摸過耶 哇幹 原來養鋼這件事情 養鋼 還是你是鋼養 第一天買到摩托車的時候 直接幫他取小名 我那時候買近站 小站 我每天愛他不行 那你有保證他睡覺嗎 有幾度是遠遠這樣看著他 避震他的龍頭跟他的燈 哇太漂亮 那時候都會這樣欣賞 愛一個像自己的小老婆一樣 只能你還有大老婆小老婆 那有鐘 你也好花心喔 怎麼會有這種男人 你不要編主題啊 告訴你啊 我老婆很屌 你老婆是BeeWiz嗎 對 因為曾經新聞有播過 其他的年輕人 P-I 對 P-I 既然有女孩子在Facebook上面po說 真男友 首要條件 你一定要騎BeeWiz 我告訴你我就騎BeeWiz啦 太好吧 BeeWiz1.25 帥 BeeWiz BeeWiz 我告訴你我就是屁孩的始祖啦 嬰孩的兄弟 你屁啦 就我所知的觀念 所以要養鋼其實不是說不能騎超過60 再穩定的速度 慢慢的加加加加加到蹦 加到爆表就對了 對 因為你這樣子剛從0到100 都有順利的讓他運轉 給他一點時間啦 那你那個時候有很愛車嗎 我非常愛車啊 剛開始都很愛車 生日過後好像一個禮拜 在車禍 喔 欸對 一個很大的迷失 就剛買新車 一定會做 我就是 對 我買第一天就撞 很好 GOOD Nice 喔 被你耳鞋 想愛兄弟 屁啦 前面都會有 我被他撞 急的時候就 砰 從此以後我對那台車子也不愛他了 哈哈 有傷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車禍那時候 因為我趕著去上班 某間素食餐廳打工 結果我違規迴轉 我就被撞到了 然後重點是 我猜啦 那時候撞的時候很幽默 就這樣 BANG 哭 哭 那時候撞的時候我人沒事 結果我眼前那台車就這樣 啪 然後兩個人就倒在那邊 我就完全沒事 他們兩個擦傷 然後車殼整個破掉 哇塞 重點是他們兩個沒戴安全帽 在那邊機會教育 安全帽 一定要戴 我的車看起來好法無傷 但是我的龍頭 他變 是樣子 喔喔喔喔 被傷被傷 因為我趕著上班 所以我就丟了電話給他 喔 有什麼事打給我 打給我 沒有啦 沒那麼驕傲 下班之後我就接到我哥的電話 草民啊 剛車禍 我說你怎麼知道 因為那個人去報警 他說你肇事逃逸 哇 欸這被擺到耶 真的是機會教育 因為 如果你有車禍 不管你有沒有錢 或者是你擔心你要不要賠 一定要先報警 不管是受害的人 或者是造勢者 都是有保障的權利 我們台灣人最喜歡講什麼 欸 報警啊報警啊 報警 報警 報警處理 啊 啊 啊 噗 噗 噗 太緊了 而且我必須要說 那個時候18歲的時候 我還在學校 剩一兩個月要離開 收起有摩托車 不是那個離開 就是要畢業 往前在走 嚇了 欸 阿波 欸 送我 我這種學校就是 嚴禁騎摩托車 如果被抓到之後 會有打過 但 早期 那時候高中有摩托車的時候 女生就是 基本上就是會直接貼到 有車就是帥 有車就是屌 我先不提那些有開車的 那家境OK 那當然是沒話說 金湯匙 這樣不動從小孩 呃 窮啊 我們是窮漢兄弟 最窮啊 市場一點money 啊 錢啊 錢啊 告訴你 我們學校可以申請停車 欸 超屌 南間學校 竹南高中 欸 好優秀 你有車 你有成年 可以申請停車位 那時候大家最晚 7點半之後算遲到的 我都8點之後才行往這裡 然後在主任面前這樣子 那時候大家已經在準備要升級 我就這樣默默的 嗯 急到停車場停了 然後就在教室等大家回來 欸 你是不愛升級的 欸 我不愛 欸 我很愛升級 我也蠻愛升級的 太黃色了 高中車的設有摩托車 就可以拔到學妹 這基本 你像蛇行 後面跌走 哈哈哈 你現在摩托車還在嗎 還在 我也在 哦 我騎了它10年了 我也騎了它10年了 我們是很愛的 而且我還騎它環島庫 而且我上大學之後 動不動就跑陽明山泡背影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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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屁孩 哈哈哈 哦 那那麼危險嗎 其實 其實很危險啦 其實很可惜 台灣沒有相關的法制 讓大家可以合法 玩車 賽車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棒的運動 沒錯真的 而且甚至台灣其實也有車手 在日本比賽得獎 台灣No.1 台灣政府怎麼了 我們的體育藝術明明就很棒 你為什麼不丟錢 哇 哇 第一台車的時候 真的是額外珍惜 太爽了 爽到會過失 哦 太爽了 摩托車了 我第一台摩托車 所以主要 只要跟大家說 出事了 一定要報警 注意安全 收法 14車禍 940塊 摩托車其實就是讓你 一個帶你不工具 但如果今天載的女朋友咧 載的人就是你的責任 沒錯沒錯 騎車出去安全啦 真的 好不好 各位 也安全